这才刚开始了 忍着点 轻轻 前辈 你们帮不了她的 这千刀万挂 要她自己扛 赛同一笔死了 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怎么没声了 疼了那么久 怕是喊不出声 也没力气动了 这都几个时辰了 还要熬多久 那得看她自己 那熬不住呢 熬不住就得死 前辈 世子若死了 我们这些护卫 怕是都要陪葬 还请前辈 救世子一命 没办法 我看世子是熬不住了 世子养尊处优 哪受得了这份折磨 事已至此 不如想想自己 陪想说什么 我投靠北梁 一是找个依靠 二是跟王爷 求你们白地报不绝 不过投靠归投靠 我可没打算 把命交出去 你要走 世子一死 谁知道王爷 会怎么处置我们 现在则 秦绪还能寻调活 逃兵当斩首论处 我是护卫 不是军人 宁将军 让他去吧 徐凤先生熬不过来了 我劝你们 不想想后果 这就尴尬了 你说你挽走宾柯 多好吗 请世子治罪 我以为你会逃 既然世子没死 留下来 好处会多一些 起来吧 世子 这种人留不得 我会把那本 白地报谱诀给你 书绣愿为世子笑死 这就是场面话了 你我都清楚了 你不愿意死 不过没关系 用人嘛 不一定非要同生共死 北梁那么大 怎么会容不下一个书修 徐霄之后又是世子 北梁气数当心 这附近有溪流或者水潭吗 这衣服都你来上 刀枪不入的麒麟甲 什么刀枪不入啊 还不是被赫赫姑娘一手刀打成这样 那丫头功夫诡异 要没这套甲 你已经死了 可惜没有第二件了 反正也用不着了 大黄亭几重啊 按武当的功法算 有四重了 你真是踩到狗屎了 王重楼自己也不过六重大黄亭 那这么说 我还得谢谢赫赫姑娘 你把命给她就是谢礼 前辈 我现在算高手了吗 还不算 倒是星星还算坚韧 那您考虑不考虑 传我几手上城剑术 用刀的非要学剑术 先容并蓄吗 贪心不足 这就是两袖青蛇 到武帝陈之间学不会 就是跟你无缘 您要把两袖青蛇传给我 还就传呗 你也未必能学得会呀 看什么 青蛙王不是把木马牛还给您了吗 怎么还拿着木剑 我给扔了 扔了 为什么 断了的剑 拿它做傻 那可是明剑 你舍得 到我这境界 铁匠铺招把钻剑拿着 一样是剑神 您是什么境界 天不胜我李纯刚 剑刀万古如长夜 我自己跨到这策子上 时间还有 已经谦虚了 谢够了 也该走了 嗯 对了 前辈 您有考虑过成亲吗 您觉得裴南维怎么样 你是在水里泡糊涂了啊 说真的啊 这位王妃啊 那可是个烫手山女 连靖安王都觉得她来历有问题 咱们这一路要带着她 不知道惹出多少麻烦来 可又不能把她送回相反 要是您肯接手的话 肯定震得住她 滚蛋